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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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玉雕大师 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 潘昭亮先生 潘昭亮先生你好 潘昭亮 苏州市玉雕大师 擅长琥珀 玉石 寿山石等多种材质的雕刻设计 个人作品在全国各大比赛中 屡次获奖 今天他会给嘉宾 带来什么样的奖品呢 潘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件奖品 请 今天我带过来这件作品呢 我选用的是白米辣 创作出来的一件观音吊坠 小时米辣 对白辣 这件在市场上保守的时候 得值多少钱呢 这个市场的价格的话 它是八万左右 八万左右 那感谢您啊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件 这么贵重的奖品 我看一下我们的嘉宾 我们欢迎著名演员 刘昌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著名演员 来喜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二位是一个单位的 对 今天我们这个是来比拼 你们平时可能不太关注的领域 你们虽然在语言方面 都非常的厉害 不过可能在鉴定 这个文化艺术品之类呢 可能需要别人来帮忙了 专门为二位量身请了 十位高餐 欢迎我们的高餐 来自各行各业的 看一锤定音 想梦翔盛世 本栏目奖品 是由银器专家 梦翔盛世特别提供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四组 八件宝物将会悉数登场 请各位火眼金睛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组 两件宝物 请看 这件仓品 宝主认为是民国 居然堂款 文采长景品 最大卖点是气形精美 辞质如玉 所谓儿童西系 场面 徐徐如生活 颇细庆 宝主认为 价格应该在八万元以上 这件仓品 宝主认为 是民国 珠山巴友 刘宇层 瓷板 插屏板画 最大卖点是 名家制作 原装框架 画面松石 逼真 花鸟淡雅 剑机 小鸟灵动 宝主认为 保守价格应该在 四十八万元左右 两件瓷器作品 都号称 出自民国时期 一真一假 到底哪一件 是真品呢 我们第一组的 两件宝物品种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大类上 它们又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 从窑里烧出来的 请十位高餐 写下你们对 两件宝物的感悟 我们对高餐 要求特别高 什么也没说 也没见着 先选 对 要不然能叫高餐 我们请上两位保主 欢迎二位 好 好 接下来是 讲故事的时间 我们先来听一下 林霞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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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霞小姐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荷兰信仰 荷兰信仰 好 我们来听您描述一下 什么时候得到的 是我前几年 出差逛街的时候 看到街上围了一堆人 一位老子 手里捧着一只 非常好看的花瓶 她说她老伴生病了 继续用钱 这件花瓶呢 是她家里的走权之物 迫不得已才拿出来 变卖的 我家里人病了 我这木有钱了 我要把它卖了 大概就这意思 是吧 对 旁边有几个人还在问价 看了老大爷挺可怜的 又看到花瓶呢 确实挺漂亮的 我就上前去 花了不菲的价格 把它买下来了 您经常这样买东西吗 偶尔碰到的 我就是喜欢这个瓶子 买完之后 现在后悔吗 我回去之后 我把这事给大家一讲 他们都说 我怕是送人家圈套了 然后呢 所以我也怕是假的 你还真怕是假的 你花钱的时候都不像 今天就拿到一级电影来 让专家老师们看看真假 好吧 祝您好运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齐玉林先生介绍一下 您的藏品 齐先生请 我这件宝物是家传的 祖传的 祖传的 传了多少代 现在就是应该两代吧 它是民国四十年代初的 民国的 对 它再多了也不可能 是吧 您为什么认为 它是珠山八友的呢 它有明确的纪念款 上面写的是什么 刘雨亭 耕臣年坐于珠山 耕臣年那是哪一年呢 应该是1940年 40年的 你觉得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我这个是原装的框和价 都没动过 我就觉得它呢 比较精美 但是你十分难得 我认为 这个保守的估价 应该四十多万 林小姐 人家那四十多万 你这个现在值多少钱 我觉得现在又几年了吧 至少也升职一些 也要升职了 好 来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各位的关键词 两位嘉宾 来 你们可以各挑嘉宾 各挑高餐 来给你们出点主意 选三号 是吧 刘畅选三号 我选的是一号 精美 精美 因为我看这个屏 做的确实精美 尤其上面那个画面 确实是非常精美 好 来袭选一位高餐 这个我觉得选七号吧 他写的贵气十足 我想听听他怎么解释 这四个字 我呢正好跟三号 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个定论 因为以往节目上也好 还是在外边也好 居人堂款的这个瓷器 真正的是居人堂款 又定成真品的 极其少见 再一个我感觉 这上面的红彩太艳了 所以我就没有选他 右边这个刘宇辰的 我前一段也看了一段 珠山八友的书介绍 风格倒是看着蛮像 所以我看着还是这个插屏 感觉更好看一点 看着老气更足一点 这个屏风啊 小屏风啊 我觉得是一个真迹 尤其是刚才这个老师傅 刚才介绍了以后呢 尤其是祖传的 我确信无疑 好 谢谢 来 两位嘉宾 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刘畅欣说 那个屏呢 看着是挺精致的 那我就选这个 你现在不着急表态 不着急 我们现在在讨论阶段 不着急 二位第一次来 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说上 这个阶段就是你们俩要互相啊 想办法让对方说错的阶段 是这个意思 来 来 徐 对 说一下你的看法 这个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屏啊 有点太厌了 从民国到现在 其实大半个世界过去了 它那个屏口处 那个感觉 就是这样的 这口上都跟心的似的 是吧 那个筋的那个 对 对 你说谁要没事 拿着它对瓶吹什么的 那口早磨了 对 好 来 二位 如果你们认为 号称民国军人堂款 粉彩常景平 这个描述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 号称民国朱山八友 此晚话 描述正确 选二 现在可以选吗 可以了 按完之后按确定 选完了 选完了 好的 现在我们两位保主 忐忑不安 看一下十位高参的选择 来 请看 只有两位 卢青和李中武 选的是平 就选你这个 心爱心的这个 所有其他八位 选的都是瓷版画 我们来看看 两位嘉宾的选择 请看 都是朱山八友瓷版画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第一轮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 是 是 民国 居人堂款 粉彩 常景平 别鼓 你们俩鼓什么掌呢 是吧 我为我们的 为我们的参考鼓掌 你还挺快点人 他的描述是准确的 那么另一件 他的描述 不是民国朱山八友瓷版画 他的正确描述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请教杨静荣先生 如果我要是对这个朱山八友东西比较熟悉的话 你就一看这个瓷版啊 你先不管他老不老 就是看一下他是不是那个名家的 你像刘宇辰啊 是 朱山八友里边应当是一个最大的名家 一个是他年轻 一个他画那个花鸟 确实有独到之处 别人都画得不如他 一个是构图特别简练 大家伙看一下这个构图吧 如果从简练上来说啊 就跟刘宇辰本人的真迹 有点差距 第二就是看刘宇辰的这个笔体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刘宇辰的这个真迹啊 在这个景泽镇陶子馆 还有原来在陶子公司原来都有 他那个真迹传下来的不是特别多吧 但是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参照物 这个呢刘宇辰活着的时候就有人访 那原因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 这个竹山八友那国去在这个景泽镇 就特别有名声 就是这个 他们的东西啊 在当时卖的就挺贵的 刘宇辰的好比说真迹啊 在当时可能卖几十大羊 来到我这儿来 我这儿有一个 反正可能一块大羊你就能买走 您这个可能就是当年收藏的时候 这个没收藏到这个刘宇辰本人的真迹 但是这个呢画的也非常不错 属于纺织品当中画的非常好的 可惜就不是刘宇辰本人的 如果要是刘宇辰本人呢 这个大概能值好几百万 应当在三百到四百万之间 这顶书画有所谓忘记你说 那么 那么朱山巴友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南方画家 他们的普遍风格是比较淡雅 那么这张画呢 基本功非常好 笔墨扎实 造型生动 但就是一点火气比较大 包括写字都还较劲 都还较劲 要求好 没有那个松弛的心态 不潇洒 就差这么一点点 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呢 杨老师他说是房品 我同意这个观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老师 所以这件宝物呢 齐先生如果您拿来的时候 给它的名字定为民国朱山巴友款 此版画这个描述就正确了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东西继续收藏 谢谢您 看一锤定音 想梦翔盛世 本栏目奖品是由银器专家 梦翔盛世特别提供 好 林小姐您站到中间 站到中间 您刚才说现在他值多少钱来着 至少也甚至到七八万左右吧 我们问两位高三吧 八号 我觉得这个瓶子现在最少在二十多万 大概三十万左右 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在四十万以上 四十万以上 保主刚才说那个八万是低了点是吧 对 低了点 好 来两位 现在请你们把你们认为合适的价格输入按键器按确定 我们要求精确到各位 好 好 确认了吗 确认了 确认了 嗯 我们首先来看刘畅给出的价格是 火 三百万零八元 这个刘畅又高 哦 我真是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对对 花钱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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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完成 对这样的一件 民国 军人堂款 粉彩 张景平给出的市场保守估价是 六万元 来洗 来洗仅以288元的误差 获得了一分 来 哎呀 加一分 加一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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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得还挺准 啊 六万元的价格是什么依据 我们还是要听一下杨靖荣先生的讲解 杨老师请 我先说一下这宝主啊 这 刚才那个注意已经提醒你了 而且尤其要提醒广大的这个观众 宝主说的这个事啊 没准就是个故事 给大家一听 千万不要在这个路边 围观买东西 要买这个东西 最好还是上比较正规的 市场买比较妥当 拍卖行给出的这价格 是目前当前市场 可以成交的价格 如果要是在这个行情好的时候 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军人堂款啊 真正我们能 大家争论来争论去 没有争议的 现在只有一套 大家记住了 在苏州博物馆 那个是谁捐的呢 是袁世凯的孙女捐的 是他们家存的 其他的 因为这个军人长 后来比较有名嘛 这个房贫在民国的时候就特别多了 谢谢杨老师 居人堂是中南海里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 原名海燕堂 是当年慈禧太后所建 袁世凯称帝后 将该殿作为寓所 并改名为居人堂 属居人堂质款的瓷器 是民国五年 是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改原红线时的特制瓷器 即所谓的红线瓷 也是景德镇玉窑厂烧造的最后一批御用瓷 当时袁世凯仿效立朝制度 涉玉官窑 专门拨出巨款140万亿元 派遣对古玩艺术品造诣颇深的心腹 到景德镇监制 制作了一批御用瓷器 为了借鉴清代中和堂 养和堂等堂款名号的皇家传统 袁世瓷器便有了居人堂质款质 但由于红线帝国太过短暂 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 所以瓷器数量非常有限 加上当时大众对他无耻行径的轻视 以及他退位后时局的动荡 所以能够保留下来的 居人堂款瓷器真品的数量少之又少 因为在中华瓷器史上的独特价值 所以居人堂款瓷器历来为藏家所重视 这也给民国以来的红线瓷纺织者 以可乘之计 各种各样的仿品 艳品 均加居人堂质款质鱼目混珠 借以谋取暴力 目前市场上居人堂款质不下百种 多为民国后期只见过初期仿造 我们第一轮结束 两道题就一个人得了一分 足见我们这两位嘉宾还没有放开 没有放开头脑 接下来第二组宝物 二位加油 请看短片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幅书画合璧双轴 上半部为谢之刘所属杜福的七颜律师登楼 下半部为谢月梅所绘花卉图轴 此幅作品最大卖点是由两位大家的作品组成 形书收缝结合 树密得体 如行云流水般畅快 公笔花卉 构图精美 笔发细腻 画风清新典养 宝主认为价格应该在三十万元以上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近线的画家 范振旭色色山水长卷 此幅作品尺寸超过十平尺 是作者1943年在艺术高峰时期创作的杠顶之作 范老一生作品虽多但长卷即少 此为其精品之作 宝主认为市场价格应该在两百万元左右 两件书画作品都号称出自近现代大师之手 一针一脚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第二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 谢志柳谢月梅书画合璧双轴 和范振旭色色山水长卷 涉及到了三位作者 这三位作者是什么来头 我们汪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金先生请 在上个世纪初叶 长州出现了三位书画天才 这个号称谢氏三杰 大哥谢玉琛 弟弟谢志柳 中间还有一位女士叫谢月梅 这兄妹三人呢 这个造诣好生了得 谢玉琛才最大 可惜三十多岁故去了 那么谢月梅和谢志柳都活了八九十岁 活跃在上海画坛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谢月梅最拿手的工笔花卉 谢志柳是山水和书法 而且谢志柳还是书画鉴定大师 与北方的这个启公 徐邦达可以说是顶足而三 一言九鼎的人物 所以可见呢 这家子出来的作品不是一般的 都是很有水平的 这个范振旭先生更不得了 他是甘肃靖远人 1903年中进士 1906年去日本研习法政期间 加入孙中山同盟会 所以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 甘肃省的革命元勋 是这样一位人物 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参议员 而且在这个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拂袖而去 甘愿以书画为业 卖画为生 所以得到了大家极大的尊重 他是甘肃省最著名的社会贤达 解放以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是这样一位既是革命元勋 又是书画大师 这样一位人物 好 谢谢金老师的介绍 谢谢 这都听明白了吧 就算之前不太了解 这一听也明白了 是吧 好 我们请上两位保主吧 欢迎两位保主上场 两位女性保主 两位女性保主 好 请站到相对应的台子后边 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嘉欣 对 李嘉欣 李嘉欣 就跟那个李嘉欣是一样的名字 李一样 太有意思了 李嘉欣小姐 这件东西是你家里的呀 是我叔叔的 你叔叔是专门搞收藏的吗 对 他喜欢买点那些东西 但是不好意思见人 对 不好意思见人 他不来 他说他忙 忙啊 对 他不来 就是这个专门拿过来 那有没有说这东西值多少钱呢 他说他想卖30万 多少钱 他说他想卖30万 想卖30万 但是他没跟我说多少钱买来的 我也没问 反正 你今天这东西要真在这儿 最后能估个30多万 与你有什么好处 就给我10万呗 这是叔叔吗 让你来外了 这是爹 这样我们都估100万 你不给你50 好 谢谢您 那么 范振旭涉色色山水长卷的主人 你好 你好 主人真好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白雪 来自甘肃兰州 这话也甘肃的 是吧 对 甘肃名家 你也从甘肃来的 对 甘肃名家 这有意思了 说一下这幅画的来历 这幅画是94年 我的爸爸他告诉我是 他当时购于甘肃文物商店 在文物商店里边买的 对 买的 那个时候还比较流行 从文物商店买一些东西 当时花了多少钱 他没告诉我 那肯定 那告诉你妈了吗 这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觉得他值多少钱呢 报价说是200万 谁报的 我爸 200万 如果真的 一会儿一评估 真200万 你能得多少好处 这我还没想过 你看人家叔叔都 都能提33% 你这是亲爹能提多少 那就 那就见面分一半 这个就是他说了算 你看见没有 对 好 来 二位 听到这儿 我们再回头看看 高参的关键词 谢月梅老师的这幅 给我的感觉是一种 女性的一种柔美 女性的那种 阴柔的那种美感 然后是这幅画给我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说 看上边的这个书法作品 字里行间啊 就是拿起毛笔 一直写到完 应该有一个竿 有一个诗 没有体现出这个笔墨的变化 我觉得那也是那个 就是那个山水的这个画呢 是真迹 我觉得这个画的这个气势 特别的 特别宏大 气势如虹 而且刚才那个保主的讲述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 逻辑上是非常合理的 从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文物商店里 买来的 那个时候买来的 对 我也比较同意 就是右侧的这个山水画是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请二位 做出这一轮的选择 你们认为 谢志柳 谢月梅 书画和壁轴正确选一 范振旭 色色山水长卷 正确选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十位高参的选择 请看 哎呦 五比五 哎呦 五比五 哎呀 这个 很平均啊 很平均 两位嘉宾的选择是 一比 完全平均 完全平均 今天现场六比六 不跟你走了 上回跟你走回来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金运昌先生宣布 这一轮两幅画中描述正确的 是 是 范振旭 射色色山水长卷 刘畅 加一颗星 好 好 加一颗星 谢志柳 谢月梅 书画和壁双轴 这个说法有问题 我们请金运昌先生 为我们详细解读 金先生请 刚才我们说了 长州 谢氏 三杰 那么这个轴里头 应该占了俩 是吧 一个 姐姐月梅 一个弟弟志柳 他们的水平 不是一般的水平 驰骋海上画坛 几十年 应该是 很高的一个造诣 那么从这幅画上呢 从这个轴里呢 我们看不出来 尤其是 上边谢志柳 写的杜甫诗 上来出个大错字 花进高楼 商客心 写成花破高楼了 就是一个行活 您从他装表的 这个风格和质地来看 这就是近年来 书画市场 地摊上的行活 所以呢 这个大家的 这个书画鉴赏水平啊 可能还有待遇提高 谢谢金老师 谢谢李嘉欣小姐 就是没有提成了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再见 好 白小姐站在中间 站在中间 两百万贵吗 莱西 我觉得不值嘛 不值啊 不值 不值 你乍一看觉得他多少钱 我觉得吃个六十左右 六十万是吧 六十万 就是谁觉得呢 他这是诚心想买你话 你知道吗 你还是听你爸的 别听他的 六十肯定不值 不是 你出多少钱 你告诉我 我感觉值差不多 他说这价钱 两百万 直到两百万了 是吧 好 我们来听一听高餐的意见 哪位高餐 比较接近 白雪小姐 希望的价格的请举手 八好 哪位高餐 比较同意 接近来袭 刚才说的六十万左右 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猜他的价格 二位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 输入按键器 要求依然是 精确到各位 各位不要是零 我们这一轮先看来袭的出价 我们来看一看来袭 打算给多少钱呢 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二元 看刘畅惆怅满志的表情 我怕零人在少按了 少按一个 是怕少按是吧 对 看看刘畅出了几千万呢 请看 168万元整 168万元整 两个人又差一百多万 又差一百多万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安城 对这样的一件 范振旭涉色色山水长卷 给出的市场保守估价是 一百万元更加接近的依然是莱喜 莱喜的接近率是41% 流畅接近率是68% 莱喜再加一杯钻石 恭喜你 你看了吗 保守还是有好处 这说明了 节约永远是美德 对 节约永远是美德 这个价格和白小姐想象中的价格差一倍 那一定是有它原因的 我们来听一下金运昌先生的讲解 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金老师请 名画家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全国范围的名家 还有一个是地方名家 范振旭先生就属于典型的地方大名家 他老人家除了当年到北京做参议员 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在西北 主要是居住就在兰州 这个人为人又比较低调 不是那种善于宣传炒作的人 所以他的书画和政治影响 主要是在甘肃 主要是在甘肃 在甘肃威望极大 但是你如果说近些年来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 张大千 徐悲鸿 你要说尤其要到南方 你问问谁是范振旭 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较少 那么这个一百万的估价 这是在咱们北京的估价 不是在甘肃的估价 在甘肃肯定不止这个估价 好 谢谢金老师 好 送给你我们的奖品 谢谢 好 谢谢白小姐 再见 你看我的工作 每天就是这样迎来送往 这个几秒钟之内 几百万元上下纷飞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太恐惧了 好 现在的比分是一比二 第三组两间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是 清乾隆年制 梯红雕漆大盘 最大卖点是年代久远 保存完好 色彩艳丽 图案精致 宝主认为 价格应该在三万元左右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 是民国仿乾隆款 漆雕香炉 最大卖点是造型精美 体型硕大 雕工繁复 具有时代特征 宝主认为 价格应该在二十万元左右 两件杂项仓品 一件号称出自清淡 一件号称出自明国 一真一讲 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一锤定音 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三组 两件七器 好 来 我们请上两位宝主 欢迎二位 来 欢迎二位 好 二位 站在自己的宝物后面 清乾隆年制 梯红雕漆大盘 是傅力先生 是吧 来 您拿起话筒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来自哪里 我来自天井 天井呢 天井哪个去 天井北村去 北村去 这件宝物是您什么时候收藏的 我这件宝物呢 是我一个朋友的 不是您的 我父亲呢 是那个天井的联欢画画家 我父亲呢 是55年出版了一套 偏延枪上一套树 他废的要我那一套树 我就看中了他这个东西 我们换的 搅换了 互相搅换了 您手里那套树是只有一套吗 一套无本 就给人家了 给人家了 就换了这个了 是吧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换的 有两年吧 两年前换的 两年前 换完之后至今他后悔了吗 他有点后悔 他还想给我换回来 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现在那个联欢换呢 不行了 市场有点 下去了 下去了 他过两年上来 还有戴这样的 您觉得他现在值多少钱呢 我感觉原来那个锁 就值个两三万块钱 我就打算 也就是两三万块钱 您觉得现在 他也就值两三万块钱 那舒适跌了吗 跌了 现在值多少钱 五千 五千 太快了 太快了 好谢谢您 郭维公先生 我是甘肃兰州的 这个东西是我弟弟收藏的 他来不了了 让我带着过来 这是替弟弟来的 那他什么时候收藏的呢 十年以前 花了多少钱 据他说是花了将近十万吧 这个钱是花 这个钱 他是喜欢收藏是吧 他那时候刚开始搞 就整了个正门玩意 他就收藏这几年 一直搞着呢 这样搁在您身上 您会这么买吗 我不会 也不会 他跟您说了 这个现在值多少钱吗 他说现在大概 他说最起码能涨到二十万吧 涨个二十万 他说现在大概能值二十万 他是这么说的 是在兰州买的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反正他说好像是 是一个什么贵果花桥 从西班牙带回来的 是这么一个事 回流 回流的 回流的 我们回头看一下 各位高餐的关键词 我这个精致形容的是 一号这个盘 您觉得他制作的特别好 从他的雕工 还有这个 整个的这个形状 跟颜色来看 二号的话 我觉得 稍微有一点粗糙 我觉得是那个二号 那个 这个 这个炉子是真的 这个炉子 这个炉子 是 香炉 香炉 这是真的 还是那个 直觉 他的那个描述的 比较谦虚 我觉得那个一般 描述的比较谦虚的 我觉得是真的 这个描述很重要 是吧 好了 那接下来两位 你们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 乾隆年制 T红雕漆大盘 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 民国坊乾隆款 漆雕香炉 正确 选二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大家的意见 先来看一下 十位高餐 刚才的选择 请看 五比五 非常均衡 五比五 两位嘉宾 刚才的选择是 哎 哎呦 啊 傅先生 心情怎么样 您觉得今天 这些人水平怎么样 太高了 太高了 郭先生 您觉得 他们猜的水平怎么样 多不错 多有鉴定 这这这反正 怎么着都是好 是吧 对 东西不是他的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经杨宝杰先生鉴定 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 是 正确的是 民国坊乾隆款 七雕香炉 我估计傅先生啊 这节目完之后 端着这就找人家 你还我电话画 你还我小小叔 对 对吧 他不是清乾隆年制的 他是什么年制的 请杨宝杰先生讲解 这个漆器啊 第一呢 是玩的人比较少 第二呢 就是这东西呢 市场上量也比较少 乾隆的事 至于那个漆器呢 做得非常到位 而且呢 做工费的 一层一层的工费 非常讲究 这件藏品呢 写着就那个 砌盘子 写着乾隆款 就是工里出现的 就是在乾隆款 这个漆器啊 一般的都是啊 金老师知道 当时清代那款 一般是管隔铁 或者什么的 就是竖着写 或者横着写的 这种款式 没有使方章的 就这个一般全都 就是写上之后 雕刻 雕刻完之后填金 方章这个 一个是转书款 一个是楷书款 都是咱们 就是七十年代以后 仿制的这个 就这个 仿乾隆的东西 但是水平非常到位 还有一个呢 这个漆呢 它这底 它这个就是 它一般 它这披码挂灰的 它上面大漆 一层一层上的 它要是干裂的时候 它有的舌 就能够跟着舌辅断 是在这纹 这个纹是不是那样 你这纹就跟 那个人工处理 纹的好像那种纹似似的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漏洞 这应该是就是 七十年代以后仿 七十年代以后 对 七十年代以后仿 就这个盘子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好 那么傅先生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好 郭欣二 请您站到中间 东西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他认为值多少钱现在 他认为是值20万 20万 很朴实 这个倒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刘畅 20万你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 我认为 十五六万有可能吧 这回你们两个人分歧很小 好 我们问一下 离你们最近的两位高参的意见 来 五号 我觉得应该在 五六万左右吧 五六万 六号 你认为多少钱 要是我买的话 不会出十万以上 好了 二位 来 输入你们认为合适的价格 多少钱 请 你输入 你别是 喊着20 输入啊 输15 这都是技巧 是吧 这都是技巧 我们在输入最终的答案之前呢 要想办法让对方输得 越离谱越好 对吧 没错 好 好了 好了 来 我们先来看刘畅的出价 刘畅为这个香炉愿意出 多少钱 八万六千元 哎呦 我们来看看来喜的出价 是 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九元 这一次差的 这个差距很小 很小了 哎呀 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安城 对于这样的一件民国仿乾隆款 七雕香炉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民国仿乾隆七雕香炉到底价值多少 这些杂项的那些七戏 还有七雕的东西 大地方不太多 唐代月瑶大罐和清代瑶便用品 究竟哪一件货真价实 我感觉就是乾隆年制的那个落款是不对的 这个造型呢 造型比较端庄 两位欢乐不断的嘉宾 最终谁能笑到最后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件民国仿乾隆款 七雕香炉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十万元 更接近的是刘畅 好 刘畅 恭喜你 听一下杨宝杰先生怎么给我们解释这个十万的构成 因为这个这类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海外回流 咱们国内这个 包括当时就生产出来之后 大部分都是从都是外销的 都是国外人喜欢拿到的 这个这一栖系呢 应该就是北京地区生产的 这件藏品呢 因为它做工刚才大家好像做工稍微粗糙一点嘛 就说当时那个水平还不是特别高 也代表这个时代特征 再一个呢 因为现在我们在国外 现在因为在国外拍卖就是好些的 好些的比如书画 大家伙都是比较明白了 还有什么什么瓷器 大家伙都比较明白了 相对来说这些杂项的东西 像漆器 还有漆雕这东西 大家伙不太明白 所以追捧的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谢谢杨老师 雕漆 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 再用刀 再堆砌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一种技法 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 至少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在明清两朝 还是皇家宫廷工艺器物 历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 清乾隆时期是雕漆的鼎盛时期 雕漆技法不仅融会了明代的风格特点 还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这一时期 雕漆制作以养心殿造办处漆座为中心 广招国内能工桥匠 原在造办处牙座当差的南方牙匠 也被命来雕刻漆器 他们自然追求雕牙般的精细仙桥 同时大量的御用漆雕制片交由苏州制作 苏州匠人则将雕刻竹木一片奇巧清新 气愿生动的风格带到雕漆中来 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 乾隆时期雕漆的技法形成了新的风格 乾隆皇帝喜欢雕漆 尤其偏爱苗金和彩漆 因此这一时期的孤庭漆器中 这一类的代表性作品较为常见 好 今天的最后一轮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唐代月瑶四系大褂 最大卖点是年代久远保存完好 刻画工艺古朴精美气形较大 宝主认为价格应该在二十万元左右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 青碗器摇变又长颈洗口瓶 该藏品保存完整成双成对 摇变又自然又光银润 是非常难得的一对精品 宝主认为价格应该在十二万元 两件藏品一个号称产子糖蛋 一个号称产子青蛋 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现在我们请上两位保主 欢迎王德辰 黄庭栋 欢迎二位 三位好 各位好 三位老师好 王德辰先生您好 您好 王先生来自什么地方 就咱们北京郊区 北京郊区 北京哪有郊区啊 开玩笑的 没人 您来自就是北京人 是吧 这件事您的祖传之物 还是自己买的 不是 我这个啊 前几年我去这个自由市场 就算一个卖什么都有一个市场 自由市场 就是那个 我想买东西 就是 看你一个人就推个车 完了有几个这个罐 后来我看 我说这个 烟鸡蛋不错 我说 我买了 你就 您是看到了他之后 产生了烟鸡蛋的想法 对对 给他二百块钱 我说 就二百块钱买 后来我就 有朋友有时候去 说你这个可能 还挺老的 是老东西 对 我就知道他这东西 好像应该是有年份了 有年份 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反正就罪不济 还能拿回去烟鸡蛋 对 是不是 对对 好 谢谢 黄廷栋先生 您好 主持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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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您是来自什么地方 三系大同 从大同过来 那您这个是在大同买的吗 是 您这是当时花了多少钱 当时花了不到四万 不到四万 这是哪一年的事 这是七八年起了 就是一零年左右 一零年左右 这个厉害 它成盾 对 成盾了 您觉得它现在值多少钱 十来百吧 十来百 十来百 好 谢谢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各位高三写的 七号 够老 我说够老是 它这个红台子上 这个气形 确实看起来够老 烟鸡蛋这个 对 但是比烟鸡蛋的 咱们常用的罐子 要老得多感觉 我感觉就是钱龙年制的那个落款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那个我们有一个钱龙的那个落款 它是会靠边 而且它不会在正中间的 要在靠边上是吧 那个字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 寄托款 我还是感觉 它的字体也是不对的 来 二位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请二位做出选择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十位高三刚才的选择 请看 七比三 有七人认为唐代月瑶罐 这个四夕罐 是对的 只有三个人认同 这个清代的洗口瓶 两位嘉宾的选择是 来洗同意一对瓶子 刘畅同意是罐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 清晚期姚便佑场景洗口瓶 来洗再加一分 唐代月瑶四夕大罐 肯定不对 那到底它是什么年代的 它是不是真的很适合烟鸡蛋呢 这些问题我们都来要请教 杨静荣先生 杨老师请 这个罐应当是清代的 我们俗称叫民间陶瓷 的产地有这么几个地面 一个是湖北的麻城 还有一个就是生产紫砂湖 那个地儿的宜兴 还有其他南方一些小地面 都出这种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喝水用的 就是水罐 就是水 你别看着它这个东洋 就是看着这个挺粗的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这个放水啊 你放了以后 真是弄上个 就是半年一年的 那水坏不了 特别适合 保鲜壶 真是保鲜壶 它特别适合烟 为什么都拿着烟酱菜 你看过去这个 谁宜兴啊 往北京这个 从自古以来啊 就往北京发货的时候 就往北方发那个 烟的东西 全用的都是这种罐 它这个有点像哪 像那个湖北麻城的 另外第二的就是 我说你这窑口啊定的不对 你说是月窑 月窑是青瓷 青瓷里边没有这种颜色 你这颜色有点像 长茶窑的颜色 从200块钱买这个呢 相当值 从收藏价值和这个研究价值 还有未来的升值空间 你这个最起码到现在 不值200块钱 你拿到这个市场的 这个可能得差不多 一两千块钱吧 好一点的 像你这品箱这么好的 可能得两三千 谢谢你啊 好 谢谢 谢谢王德陈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您肯定隐瞒了 当时买了二十多个吧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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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汗 非常紧张 不过最后结果也不错 您还那么紧张吗 不紧张 刚才就是怕这对不对 是不是 现在值多少钱呢 这个要是代格的 也就三四万 因为它是超短的 包厂有外征 所以说我估计在 十来一百吧 十来到十二百 你看这马上这心气就上去了 你刚才说得十来二十万是吧 少不了二十万 少不了二十万 来 十二百吧 十二万 十二万 有比十二万认为的高的高餐 举个手 就你啊 来 七号说说你的看法吧 要是按照这个器型 然后保存的这么好 我估计十二十万 轻轻松松的事 有没有认为 也就两三万块钱 不到五万的那位高餐 有没有 没有 那就基本上大家都很同意 八万到十二万 这么一个报价 来 二位 请输入你们认为正确的价格 好 我们先来看来喜的出价 我这又答错了 来喜在这一轮给十万零九元 流畅的出价是多少呢 请看 没错了 十八万元 十八千万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安城 对于这样的一件清晚期姚编佑场景西口瓶 一对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十万元 来喜再加一枚钻石 这个是最精确的时候 听一下这十万怎么来的好吧 杨老师 请 他这个造型是有来样的 是仿这个宫里边的 宫里边原来大概从雍正前龙主 有一种贤文瓶 跟这个造型一样 就是基本上一样 这个造型呢还是造型比较端庄 比较纯正 线条转折变化非常完美 另外就是难能可贵呢 是一对 拍卖行估的这十万呢 因为这是一个 他这是迷影 清晚期的 这个你要碰见了 你在文物店这 你说我给你十万 来人老板肯定五万 大概应当实际上的成交价格 应当在十五万到二十万左右 这就是一参考价值 好吧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黄先生 你现在这个状态跟刚上来完全不一样 可惜 越听越高兴 是吧 我还得送你个碗 更高兴 下次见 再见 再见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有题目都答对的高参 是哪几位呢 请看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今天由于题目非常难 所以没有一位高参能够答对所有的题目 我们下回再加油 下回再加油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终的大奖 我们首先请上刘畅 请刘畅上台 请你 那个 师哥 你知道我叫你上来干什么吗 颁奖 不是不是 你是陪同 陪同 好 我们请上获奖人员 来喜先生 有请 我们请上玉雕大师潘先生 带着您的这一件白蜜蜡雕剑 这是一个观音的挂坠 拿上来 送给我们今天的获胜者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 刘畅先生颁奖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嘉宾 谢谢潘大师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在这里要再次感谢 今天我们十位高参 谢谢十位高参 谢谢 好 最后我们把掌声送给 今天坐在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一锤鼎音 我是朱一 下周见 问盖 indicated 是朱一只是 有